哎呦 what's up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 good well let's have some fun okay 我觉得再不搞一些花活很难晋级了你知道吗 大家好我叫豆豆啊今年24岁了 我发现24岁的我比之前的我已经成熟很多了 我小时候是那种特别调皮的小孩 经常上课说小话被老师抓出来 我爸就是我的英语老师 经常上课就是豆豆啊 不要吵了呀来站起来 你看你一吵我把你揪出来 你一个人耽误大家一分钟 全班一共45个同学 那就是45分钟 你一个人耽误大家一节课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老师的概念里面 这个动作就像一个程度副词一样 但是情绪你发现了吗 Seriously Really you have to do that 朋友们这段教训通常到这就结束了 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同学敢搭话敢揭馋 我觉得这个时候就应该有个勇敢无畏的同学站起来 老师那这节课别上了呀 耽误了就耽误了呀 但是到了下课我爸又会说 同学们我耽误大家两分钟好吧 我觉得这个时候这个同学他就更加应该站起来 老师我们班一共45位同学 你耽误每个人两分钟那就是90分钟啊 下课笼共10分钟 你还欠着80分钟 要不后面两个你也别上了呀 我小时候成绩特别差嘛 所以我特别害怕一件事情 我特别害怕老师考完师发卷子 哦 你们觉不觉得每一个老师考完师发卷子 就像一个他们的娱乐活动一样 他们特别喜欢掌控那种紧张的氛围 哦 有没有看过咱们国内一些歌唱里的综艺节目 最后导演宣布成绩的时候就是那样 对吧 那个欲说还修 那个一扬顿挫 对吧 我爸也是 经常就是来到班里 把卷子往桌上一放 这一次其中考试啊 你也不知道咱在等什么 咱们班 只有两位90分以上 不是班长 也不是课代表 那么学习委员你觉得会是谁呢 更令我难过的是这一次考试 咱们班居然有位同学没有及格 我的天哪 这样的考试你都不及格呀 不想念别念了呀 罗里巴塑半天老师终于开始发卷子了 老师发卷子有一个很奇怪的习惯 他会在念名字和分数的中间 有一段非常恐怖的停顿 你永远不知道有多久 一般是这样 李淡 这节奏太好了 72 哇 你感觉72这个数字是他刚算出来了 哦 这不是最恐怖的 最恐怖的一般是念到我的名字的时候 逗逗 逗逗 哦 48 对吧 你们也感受到了 可怕的不是48 这个数字是之前的这个 哦 哎 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 哦 像一只资料快要死了一样 哦 我觉得我爸发出 哦 这个声音是这个世界上最恐怖的声音 他比我的医生发出这个声音还要可怕 医生拿到我的体检报告单 他还会想办法救我 大家谢谢 都懂不敢去 我应该是什么样的